大家好 歡迎來到HK026.com 我們一起見 對 大家好 很多時候有些朋友可能到新年 聖誕 都會送一些很可愛的東西給你 你有沒有試過收到一些很可愛的花瓶 Apple對 花瓶我真的收到過 這個有一個很短的Story 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我記得我以前小時候 住在旁邊的房子 有一個婆婆 那個婆婆住在旁邊的房子很久 那個先生不在 很多時候我媽媽都會送很多禮物 有時候都是在旁邊的房子 以前我們的人情味比較濃厚 你會知道旁邊的房子有誰住在 有時候過時過節我們又會拿合月餅過去 或者一起這樣 真的有守望相助 那個婆婆覺得因為她只剩一個人 很多時候看到我媽媽都對她很好 所以她有一次拿了一個花瓶過來 那個花瓶其實很久 我媽媽就說不用了 不要了 但她無論如何都堅持 她說你要怎樣怎樣 結果我們又收了一個花瓶 收了一個花瓶之後很怪的 花瓶收了之後 有時有些很怪的現象發生 例如家裡的東西會移走 明明擺放在那裡的東西 就放在另一處 這個我覺得跟花瓶也可能沒有關係 我們覺得而已 有一晚我發夢 不知道是否報夢 我發夢 我夢見我旁邊的伯伯 那個伯伯應該不在 就是婆婆的先生 你知道她不在 因為我以前見過她 但後來到我在英國回來的時候 我知道她已經不在 她很喜歡喝酒 她跟我說 想拿回花瓶 奇怪 我發夢 我明天拿回花瓶給你 我說 爸爸很久沒見你了 你好不好 我在夢裡 沒有意識到她已經不存在 她說 我問她在這裡找什麼 我說 你不用找 你要找什麼 她在我家 我發夢見她在我家 我說你在找什麼 她在找花瓶 我說我知道 我明天拿回來給你 我這樣想 她已經告訴你 我想要回花瓶 我沒有理會她 好了 到第二天 我就想 對呀 把花瓶給你 我想想 旁邊的伯伯應該不在 有你無理 也拿了花瓶過去 我就說 婆婆 我說 你那個花瓶 我還給你 我這樣說 我說那個花瓶 其實我又不是拆花 我又不知道放在哪裡 我說 免得弄壞那花瓶 而且 因為花瓶很久 我說 不如你放進去 遲些可以放進博物館 可以收藏 拿回去 這次很奇怪 婆婆真的收回去了 她說 這個花瓶 是我以前 我先生 我們拍拖的時候 她買來 送給我的 有時候 真的 信不信有你 好 到我真的 弄完花瓶之後 都沒有再做這些夢 也沒有說 弄亂了些東西 所以如果你相信 就真的 伯伯來這裡 找亂了些東西 找花瓶 你有沒有跟你爸爸媽媽說 沒有說過這件事 都沒有分享過 沒有了 因為他們是 很科學的人 好 大家有興趣 都去到這個網址 HK026.com 下次見 拜拜